我小时候耳机里的声音 小学的时候就得听啊 上学的时候吧 从初过往高度开始听 十年了吧 十几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吧 好久好久了 你要听我唱歌到下辈子好不好 好久不久时间好好来爱你 大概停止红流的游戏 混淆寂寞的恋人啊 试着辛苦的去了解 慢慢喜欢你 慢慢的回忆 慢慢的陪你 慢慢的老去 好吧 然后再认识 在死你 是 这点 呢 是 你的生命 给我一点希望你会感到的一样 我希望知道 如果我再会见你 再会见你 这是我第一次看演唱会 我是从日本过来看的 自己存的生活费 然后专门来看演唱会的 最打动我的是 对爱情有一种很崇洁的向往 能够回忆到当时 我听着我歌的那个场景 可以在他歌中找到很多共鸣 就在我的成长的考学的路途中 就一直激励着我 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只听歌 但是读不懂歌词 现在读懂了 希望他能够做自己吧 就是不要管外界的一些不好的声音 能够坚持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些本心 越来越幸福 持续地给我们带来一些新作品 一直一直地唱下去 最想最想对他说的话 就是让他注意身体 最好是给我一张签名照啊 那就最好了 祝他永远年轻漂亮 心甘于胜 他不爱我 慢慢喜欢你 慢慢地亲密 时间累积 这剩下的果实 会以你寂寞地想起 我明白 太放不开你的爱 太熟悉你的关怀 分不开 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 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